圣阳须腰凉 心阳须后背凉 脾阳须手凉 中医教你温补 心脾肾 很多人一年四季都感觉 手脚四肢 腰腿或者后背都是凉的 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 也是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来说第一种 圣阳须引起的腰腿凉 圣阳须的特点就是寒 中医上讲 圣阳具有温馴的作用 是全身脏腹 经络阳气的根本 而腰为肾之腹 所以圣阳一衰 我们身体得不到温序 就容易出现腰腿发凉 怕冷腰腿疼痛的现象 这种疼痛呢 往往还伴随着 酸软和乏力 并且还会出现 小便清肠 下肢水肿和早衰 导致的虚发早白等现象 那针对这种情况 就要注意 温补圣阳 可以参考 金桂圣气汤 加减条理 其次呢是 心阳须会引起后背发凉 中医认为 心围阳脏 心阳衰须 就像乌云遮蔽了太阳 暗无天日 很多心阳须的人 到一定程度 就会觉得 后背正中间 往上的地方 有冷感怕风 这是因为 心脏和肺重要的 疏血都在背部 它的气血 来源于胸中 当心阳须了时候 阴寒就会 阻止气血 向疏血流通 所以会出现 后背发凉的感觉 除此之外 还会伴有 头阴目眩 胸闷气短 心悸心慌 失眠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 就要注意 温补心阳 强心脏了 可以参考 脖子养心汤 加减条理 最后来说 脾须引起的四肢凉 脾胃又须又寒 就像一个大冷酷一样 一直往外释放凉气 中医讲脾足四肢 四肢得不到脾的 气血供氧 就会疲倦乏力 特别是下肢式 血液循环的末端 离心脏也较远 气血输送的路 更难走 所以很多 阳须体寒的人 通常是从下半身 开始出现 胃寒发凉的症状 同时还伴随胃疼 大便糖吸 面色暗淡 毁暗 面容消瘦 舌淡 胎白腻等症状 像这种情况 就要以温中健脾 理气善寒为主 可以参考 脱子里中汤 加减条理 不过要提醒大家 中医用药需要辨证 如果身体出现了 不舒服的地方 建议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辨证 指导下用药 请不吝点赞